好,这个A应该是这样子,等一等 这个A是由I1产生的A I1产生的A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I1 而M1就是I1在 这个A1,2就是 这个地方的A啊 是由这个地方的这个电流所产生的 这个地方电流产生的 那么这个Magnetic Moment应该是指 这个线圈在这个地方产生的 产生的这个 这个地方产生的 磁矩 那是N1 I1 好,我们现在把它 展开 那么它就等于 等于这个 你先看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磁矩有方向 它的方向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Z来表示 因为是这个 这个磁矩产生的 这个线圈的磁矩 它是在Z方向产生 Z方向 OK 好 这是Z方向 我们就Z方向 Cross R R就是这个方向了 Z是这个 Z是这个 Z cross R 是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Fi的方向 Z cross R 是Fi的方向 因此这个就是一个 Fi的方向 它就等于 Mu0 Mu0已经有了 Mu0 我们就直接这么写了 直接写成一个分数好了 它就等于 这个 我们这里写 A5 然后上面是Mu0 N1 I1 然后 B1 Square B1 B1就是这个 由这个线圈产生的 B1 Square B1 B1Square OK 然后呢 我们 这个已经乘出来了 那就是R平方 R平方 然后不是这个 这个乘这个 是1 乘上1 乘上它当中的夹角 A Z跟这个夹角是θ 所以我们就乘上 我这里用AZ 那我这里也写AZ好了 AZ 那这个就等于sinθ sinθ 2平方 2平方 好 现在我们 再把这个sinθ画一下 我们这里 过来 这个是等于B2 这是B2 这个呢 是一个直角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那么sinθ 对边 比上斜边 是B2 比上R B2 比上R 所以这个又可以把它写成A5 μ0 N1 I1 本来有一个B1平方 这个变成B2 OVER R 就变成这个 变成这样子 这里有个4 这里有个4 4 有个4倍 这个拍根拍跃掉了分5 还有个4倍 OK 那么R是什么东西啊 R是这一段的距离啊 它是等于 这是直角三角形啊 它就等于D平方加上B2平方的开根号 所以它就等于A5 μ0 N1 I1 B1平方 B2 4倍的 Z平方 加上B2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 哪一个 R Univector 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就是朝这个地方 R跟Z的夹角是θ OK 我们把这个 带入第三次 带入 Equation3 带入Equation3 我们就可以 512 512 是指Flux 第二个线圈上面的Flux 由第一个线圈的磁场所产生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这个 A12 它本来等于这个嘛 A12 DL2 好 我们现在把 A12 把这个 这个写一下 这个写一下 A12 DL2 就是这一段 我这画太长了 其实它是很短的 它是一个基数嘛 对不对 我这里要画给你们看 所以画是那么长 实际上它是很短的啦 很短的 这是DL2 好 我们从这里 也画一个补助线 这里不是张开一个角吗 对不对 张开一个角 这个角 我们现在用 用这个来 D5来表示 D5就等于 DL2就等于 B2乘D5 好 B2乘D5 所以这个就可以写成 B2 这个先把 这个夹角 我们等等再看 B2乘D5 A12是跟 这个电流是 同方向 也就是说 它的方向 就是切线方向的 切线方向 然后这个 B2是跟 切线的 垂直的方向 所以 这个L2是跟 L2 不是这个 这个A12跟DL2 DOT 这两个是同方向 两个同方向 都是切线方向 都是切线方向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 我们现在把 A12 带进去 A12 你看是什么 这个是 对于这个 FY来说 是个常数 是个常数 那么B2 那么B2也是个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 A12 拿出来 B2 然后D5 的积分 就是2π 2π 好 我们把这个 数字带进去 A12带进去 A12 A12 A12是4 这里有个分母有个4 上面有个2π 所以它就变成2倍的 Z平方 加上B2平方的 2分之3次方 好 上面就是 一样 N1 I1 N1 I1 B1 平方 本来这个B2 只有一次方 这里还有一个B2 就变成 B2的平方 π OK 变成这个数字 这个是Flex12 好 Flex12有了 我们就带入第二次 带入第二次 带入第二次 我们就得 M12 它是等于 那么有啊 我们再写一遍 N2 R2 Phi 1 2 OVER I1 好 那被I1除 这个I1没有了 那这里只有N1 现在乘一个N2 所以它就变成 2倍的 Z平方 加上 B2平方的 二分之三次方 然后μ0 N1 N2 乘上I1 I1没有了 I1消掉了 I1跟分母消掉了 那它就是B1B2 B1square B2 B2square 那么π 还有一个π在这里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求Gradient M1 这里有微分 但是我们看这个 这个里头好像 通通都是 常数 Z呢 Z是一个变数 Z是什么变数呢 就是说我们原来 假设这个是D 因为它受力 这个D会改变 所以我们说 这个D就是Z 就是Z OK 就是Z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代入 第一是 我们就得F F12 F12 A2 等于 因为它仅仅是Z的函数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AZ I1 I2 DM12 V2 OVER DZ 那么最后我们要把Z 变成D 好 那现在这个对Z来做偏微分 这个对Z做偏微分呢 它就变成 Fu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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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的I1 I2 Mu0 N1 N2 B1平方 B2 2倍的D 四十方 其实这个就是力 就是力 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化成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它化成这样子 FuAZ 这个里头啊 我们可以 写成三倍的 Mu0 提出来 I1 I1 乘上这个 Pi B1平方 I1乘上这个 这个面积 就变成什么 M1 然后I2 乘上 Pi B2平方 这里 多乘一个Pi 给它用 所以母就要 乘一个Pi 所以它变成 2 Pi D四十方 M2 把这个写 写好 2 Pi D四十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呢 那这个地方的M1 它就是等于I1 乘上 N 是N1 N1 乘上I1 乘上它的面积 B2 B2 等于 N2 I2 P B2平方 好 那么这个方向 是负Z的方向 我们现在是说 2 受1的力 那当然我们是以这个当原点 它所受的力呢 是指第二个线圈受的力 第二个线圈受的力 这是F 1 2 它是跟AZ的方向相反 所以这是互相吸引 互相吸引 这两个电流方向相同 所以是互相吸引 所以这个跟我们所知道的状况呢 非常的吻合 好 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大纹圈 那这两个电流方向相反 所以这一 approximation 是准备 这一次答案 我看一个例子 的温暴 我看一个例子 heavy 一终 这是一个天花板 天花板下面呢 有一个金属做的弹簧 弹簧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弹簧啊 它金属做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弹簧的两端 接上一个电动式 接一个电动式 那它就开始有电流了 开始有电流了 这个电流就是这样子 一圈一圈这样子 相邻两圈之间 会有吸引力还是排斥力啊 这个时候啊 吸引力 因为电流方向相同 对不对 所以吸引力 那么如果这里不挂东西的话 只靠它的自然的重量 它应该会变短 可是我们这里啊 挂了一个东西 这个重量是W 它受地球的重吸引力 有个重力涌向 这个地方呢 圈与圈之间会有相互作用力 就向上 拉 好 这个平衡的时候 好 就说 平衡的时候 我们通 多大的电流 或者说 你这个长度 你挂一个这个以后 它应该伸长 可是我们通电流以后呢 它就不伸长 就是保持原来的状态 原来的长度 问你 这个时候要通多大的电流 这个电流就是这样子 这都是I 通多大的电流 这个弹簧的长度 保持一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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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等于多少 那现在怎么做 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 就是说这个物体 现在保持平衡 一个是向下的力 地心引力 这个是W 一个是向上的力 向上的力 这个力呢 就是我们可以写成 这线圈的磁力了 磁力 现在它不伸长也不锁短 那就是这个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 那平衡的状态是什么 Sigma F 合力要等于零 合力现在有向上的FB 还有一个W 两个加起来要等于零 这是平衡的条件 力学平衡的条件 那现在W是 你不用算了 W已经告诉你了 向下 我们说这个W 是等于W 乘上负Y 负Y OK 朝下 那FB呢 FB呢 就是 这个系统 之间的磁力 那FB 我们就要用 因为 电流的方向都一样 我们这个时候就用 Gradient Magnetic Energy 或Magnetic Energy 是用WB 还是用WM B还是用M 都可以 这个地方 因为我有时候 用B 有时候用M 其实都是指的磁 磁场的能量 磁场的能量 那WB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 当做一个 Solenoid 当做一个 螺线管 我们这样算了 WB 我们用它的 这个是第四个 Equation 那现在要算磁场 磁场呢 我们可以 将 弹簧 视为 就把它当做 当做 有一个长的螺线管 当做一个很长的螺线管 很长的螺线管呢 我们由这个就知道 I 等于 V等于这个 我们可以求出来 B层 在这里头的B层呢 它等于Mu 0 N 假定这个 有N扎 N扎 OK N扎 它的长度是L 我们假定这个 这个长度 就是说这个螺线管的长度 我们用L L呢 我们用Z来表示 因为这个会伸缩 会伸缩 所以它这个Z可能会改变 我们就 如果用L的话呢 等等会 以为 它都是长数 一维分就变成零了 我们先用这个Z来表示 Z来表示 于是它这个就变成 Z OK 这个是什么 线圈 内 等于0 是线圈1 特别注意 你这个地方是 包括 All Space 所以你求磁产的时候 所有的Space都要求 所以现在Space就是 管内跟管外 OK 好 B厂有了 我们就把B厂带入第四式 带入第四式 我们就可以得 磁南 是等于 只有管内了 现在只有管内有磁场 2 2μ0 分之1 然后μ0 n over Z 乘上i的平方 乘上低套 体积的基数 这只有管内 管内 好 这一积分呢 管外是零了 就没有了 这些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常数 因为它维持不变 这个长度维持不变 所以 它就变成 2μ0 2μ0 分之1 2μ0 Ni over Z 的平方 好 tot就是 tot的积分呢 就是这个提出来 全部 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呢 那就是等于 螺线管 的体积嘛 这有个平方 体积是等于 π a平方乘V 我们假定这个螺线环 这个 半径是a 半径是a 这个 螺红 每一圈的半径是a 就等于 我们可以把这个 整理一下 wb等于这个 好 它就变成 2z 2z 这个z平方 跟它约到一个 μ0平方 跟它约到一个 上面就是μ0 n平方 i平方 乘上 πa平方 好 现在把这个 wb 带到 第三式 带入第三式 带入第三式 那我们就得f touch的gradient touch的gradient gradient wb touch是z的函数 所以它这里就是az az 最后 最后把z变成l 把z变成l 那我们就 因为z在分母 z分之一的积分就变成负的 z平方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它这里就变成负az 负az μ0 n平方 i平方 pia平方 2倍的 z平方就变成l平方 好 f有了 w也有了 这个是第几次啊 第五式 好 我们说 将 第二 是 其第五式 代入 第一式 第一式 那我们就得f f等于负的 这个 负的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 f是这个 等等 不对这个 f ok f 带到这里去 fb等于负w 那么 我们就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这个 这就是fb了 其实就是fb了 它就等于az m0平方 m0平方 n平方 i平方 pia平方 2倍的l平方 要等于 等于az w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这个 w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这个 w 不是i 我们就i i 就i i 就等于 n a 分子l 根号 2倍的 w over mu 0 pi 当然这个 安排做单位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题目 我们 磁力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磁力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就跟各位讲 maxwell equations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 电磁学 它的基本理论呢 就可以由四个equations 就把它包办了 就是maxwell equations 我们下次把maxwell equations 讲一下 因为maxwell equations呢 照我们现在讲的 把它列出来 它有缺陷 然后maxwell就把这个缺陷找出来 在哪里 然后把这个缺陷把它弥补了 就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套 电磁学的理论 一套非常完整的四个定律